今天社會說愛情很自我 只是要愛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能力付出愛呢 霍小玉有一種很大的意志力 說我有勇氣我 就算犧牲我自己我都會做的 欣賞紫差記就是粵劇的唱情 他將人物的感情唱出來 不是說要觀眾進來 就是看粵劇 所以我一定要選擇的那個唱情 是合情合理 我特意找兩位金像編劇 他用他們的電影的現代語言 在這個戲裡面 又寫實的 又是幻想的 一個新的探索的 很多粵劇 尤其受歡迎的粵劇 多數都是愛情故事 那些財資家人故事 那我經常都覺得 財資家人故事這麼受歡迎 但是今時今日 它還有什麼有沒有價值呢 現在說愛情很多時候 我們看現代戲劇都是 那些愛情都是說很自我 是 只是要愛 但是 我是不是有能力愛呢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去付出愛呢 霍小玉是要 他有一種很大的意志力 很大的勇氣 很大的承擔 說我有勇氣去愛 由主志開始 到找這個演繹的對象 那我就用《紙差記》來做出發 然後去創作新的作品 欣賞《紙差記》 就是粵劇的唱情 我是由那樣東西引去 一個現代的音樂劇場的表演 所以我跟高石章說 我說 我不知道你要寫多少歌 我也不知道你的歌要怎麼寫 但是你有興趣 我們就一起去找 我自己就是做這個 傳統戲的那個改編 金像編劇 就是麥兆輝和莊文強 他用他們的電影的現代語言 在這個戲裏面 但是服裝方面呢 我就頭痛了 因為為什麼呢 服裝方面呢 我又股又金嘛 那我心裡想 我只想到一個人 這個就是 很多年前我認識的葉錦天 因為他很忙 他大紅大紫 但是當我給他電話的時候 他聽到我做這個project 他說我做 我做 我和你設計服裝 哇 而且這次參與演出的演員 有很多內致不同的背景 有我老拍檔 謝君豪 何之軟呢 因為我覺得他會是一個 絕對不是人想像中的 古典的霍小玉 但戲方面呢 我不是要找兩個做大戲的人 我要是有唱情 要唱得好 男的呢 我就找了林錦棠先生 女的呢 就找了胡美儀小姐 現代戲裏面呢 又有現代遊戲又有寫實的 又有幻想的 所以好玩呀 好玩呀